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英文 好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掌握几个国际上的重要大事 不过一开始我要先来介绍跟我们对谈的是记者苏宜欢 宜欢好 宜欢好大家好我是宜欢 好宜欢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国际上的大局势 那第一个自然就是要讲到这个总统蔡英文跟美国众院议长的会面 其实在之前中国大陆就已经有说他们有一个什么巡航巡查的行动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说会不会有可能像之前这个美国前众院议长 时任众院议长裴洛西来台后来就有围台军营 但目前看起来不到这样子的紧张气氛 但我们可以知道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军机还有共舰 都有在台海周边来进行活动 甚至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部会全部都啪狂批 国台办外交部国防部全部都谴责说要采取这个坚决有力的措施 所以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一点紧张 好像又不到擦枪走火的地步 好但是最新中国大陆给了一个制裁 他们要制裁我驻美代表萧美琴 他给了他几个这个头衔这个名称 他说他是台独顽固分子他是以美谋独他是挑动对立 哇这个罪名都蛮重的 但是他也常常这样子说很多人 所以就是萧美琴去年8月曾经被他们列入一个这个名单当中 好那他就说他跟他的家属都不能进入这个陆港澳 然后他的金主跟企业也都不能跟中国大陆有所合作 就是完全封锁萧美琴 那其实萧美琴他比较尴尬也比较敏感的地方是 他一直被传是这个接下来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副手 有可能找他 那他当然不会做这个回应啊 但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制裁他呢 因为目前只有他嘛 还有两个这个机构来进行惩戒 一个是远景基金会 另外一个是亚洲自由民主联盟 所以当然也让人家哎蛮好奇的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一些风波跟反应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习近平 他这个在这个月6号的时候 他跟欧盟主席这个范德赖恩 他来进行一个会谈 那同场出席的还有这个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 跟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 那他们这场会谈呢 主要是要发展这个中欧的关系 他是说是属于外交优先的方向 然后希望可以跟这个中国这边来讨论一下 未来外交的走向了 不过习近平啊 他这次会议中他讲到了几点 我觉得真的是讲的蛮严厉的啦 他就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他说谁要是指望中国妥协退让 他说那都是痴心妄想而已 甚至还说你们都只是拔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后来这一个这个范德赖恩 他就有讲到了 他就说任何人都不该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区域的现况 或是用武力来威胁 他说改变现况这样都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其实这整场会谈我后来看了一下 他们其实还算是沟通的还不错啦 虽然就是双方讲话都是比较相对硬一点 但是其实还好就是算是会谈结果算是还不错的这样子 对所以看起来现在国际同时之间发生很多大事 那亦欢你觉得这一次中国大陆的行动有比去年围台军演强硬吗 我觉得其实还好 对不对 所以台湾一般民众应该都觉得还算好 那很多人就解读说这个中国大陆算是温和的反制 有原因的哦 纽约时报认为说因为明年2024台湾要总统大选了 所以哦如果中国大陆太激化的话 可能又会引发台湾民众的反中情绪 这是蔡总统过境美国落幕前的安可取 总统蔡英文离开洛杉矶之前 在下榻旅馆外支持和抗议的两方人马 持续对阵叫嚣 比音量也比道具 有台桥用一句话戳爆对岸人民痛处 哪一天等到能够在习近平面前呛的时候 再来跟我们对 总统高调跟美国众议院长麦卡锡碰面 戳到的还有对岸网友的玻璃心 但这并不是禁止Fury 从中国的厉害压制的社交媒体 与留言像 我们斗争 然后撞她的船上 或使她的船上 事实上比起去年裴洛西访台 北京这回的反应相对克制 纽约时报就分析认为 北京也知道明年台湾要进行总统大选 所以也不敢太直接 就怕再度激起反中情绪 连人在北京访问的欧盟者会主席范德赖恩 也不忘叮咛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范德赖恩对习近平当面警告 休想动台海的歪脑筋 当西方国家团结抗中 外媒普遍就认为 台湾能够在外交战中扮回颜面 其实在中国大陆这边除了欧盟的 这个范德赖恩之外 其实马克宏也到了中国这边 那我觉得马克宏算是蛮想去中国 之前他一直很想跟德国一起 就人家德国不让他去 好他自己来 那他是在4月6号下午 跟习近平这个进行双边的领袖会晤 那他在里头除了讲到跟中国大陆一些 经济上的合作之外 其实他也谈到了乌克兰危机 我觉得马克宏一直很致力于要当一个调停者 对没错 在战争之前 他其实就还蛮常跟普京通话 然后我不知道观众朋友记不记得 他有个长桌子 他跟普京坐连端 结果好像没有协调好吗 对不对 因为后来就发生战争 他现在也跟习近平说 希望能够劝和促谈 然后用政治的方法来进行解决 那当然啦 他们就讲到 希望保持这个理性克制啊 重启和谈 遵守国际的人道法 然后还要反对使用核武 以及合作应对粮食能源等 外溢效应等等 但因为马克宏就是之前的这个 调停的状况没有很好 所以他这次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好好的说服习近平 也是大家后续比较关注的焦点 好那其实刚刚一文有讲到的就是说 他们两个人这次这个会谈 到底有没有好好谈到乌俄战争这一块呢 其实后来啊 这个他们就有提到说 其实当时候马克宏 他在这场会议中 他有跟习近平说 他说可靠让你让这个 俄罗斯来恢复理智 让所有人做回谈判桌 意思就是说 就是希望他可以让大家 冷静下来啦 好好的谈一谈 结果没有想到呢 这场会结束了之后 克里姆林公共发言人 他就说了 他说中国具有非常有效 跟指挥性的调节潜力 意思就是说 他觉得中国也可以帮忙 乌俄战争进行调节 他说但是乌克兰目前局势 其实很复杂的 目前还没有看到政治解决前景 他们说他们会继续展开 特别军事行动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这个言下之意就是 中国应该还是还没有出手 那目前应该战争就是 继续进行这样子的意思啦 但是其实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啊 这个普钦他其实也有跟这个习近平来见面 但是当时见面的时候 很多人也想说 他们会不会谈到这个乌俄战争这块的事情 其实我没有想到他们当时见面的时候 好像有谈 但是没有谈出要怎么样伤戏的去解决 但是虽然在这个乌俄战争先前满周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他们其实有发布这个12点的这个立场 希望也是说来敦促这个乌俄来启动和谈 但是这个12点立场发布了之后 然后他们会谈结束了之后 甚至现在马克宏也来跟他见面了之后 好像都还是处在这个有点停滞的状况 对 看不出来在耍什么算盘 我觉得各方都有各方的盘算 因为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做最大的考量 你看之前这个习近平不太传出说 跟普钦见面完之后就会跟泽伦斯基会通话 当和平使者 现在看起来和平使者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好 不过这个可能要靠乌克兰的反攻 看有没有可能把战争止息 好 现在战争其实对于乌克兰 大家认为是比较有力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援兵要来了 在4月的时候 在接下来有这个多达4万的新兵 他们已经完成训练了 所以接下来就可以投入到前线的战场 乌军坦克行进蜿蜒小路 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行人终于抵达秘密基地 乌军不只要会躲 也学会从豪沟伺机突击俄军 枪神大座 乌克兰士兵们站在满是泥泥的战壕 找寻好的守备位置 只是这场突击行动被发现了 乌军光速撤退 用微弱气音说话CNN记者一路跟着乌军躲在豪沟直击巴赫姆特前线 战况依旧很胶着 但现在前线将要有心血报道 瞄准把心练习开枪在树林进行实弹演练 士兵们还要练习操作无人机 这批乌克兰新兵总共四万人被视为是反攻前锋 授讯完成后就会投入乌冬战场 有信心夺回巴赫姆特 泽伦斯基一边对国际喊话 一边以实际行动出访乌克兰最坚定的盟国之一波兰 才刚下车波兰总统杜达立刻献上大拥抱 这一次泽伦斯基的访问行程是杜达亲自邀请的 泽伦斯基跟杜达讨论了安全震惊议题 也到华沙会见当初因为战争逃到波兰的难民 这些因战争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大赞泽伦斯基是好领导人 这次出访波兰总统当然也送上礼物 送上八轮试装甲运兵车 另外波兰总统杜达在加码援助14架米格29战机 展现挺乌克兰的决心 不过除了波兰美国也在送上价值26亿美元 超过新台币790亿元的军援大礼包 包括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弹药 前苏联兵爆式火箭炮 驾桥系统和105辆油罐车等 要补足前线火力 尽管周达斯基高喊为自由而战 现在乌克兰高层透露和平出现曙光 如果乌军反攻有成 愿意跟俄罗斯讨论克里米亚的未来 这也是去年4月乌克兰中断与俄方和谈后 再次递出橄榄枝 TVM新闻综合报道 好就当法国总统马克宏到北京这边来出访 试图当一个调停者 他的内部内政超级乱的 看到我旁边这个荧幕 是法国的状况 你看示威游行非常多 主要还是因为年金改革 他们目前已经到了第11轮的示威抗议 有多不满呢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这其实是马克宏最喜欢的高级小酒馆 只有现在被抗议民众烧了 餐厅外的帆布遮雨棚 直接被火烧出一个大洞 餐厅员工还冒险爬出二楼窗户 想办法浇水灭火 法国人竟然趁总统马克宏出访北京时 放火烧了他最爱的高级小酒馆 巴黎正宝警察不得不在酒馆外设置路障 根据BBC报道 马克宏在2017年赢得连任时 就曾到这家餐厅庆祝 就连西班牙艺术家毕卡索 生前也是餐厅的常客 在法国政府和工会的年金改革 最新谈判陷入僵局后 法国民众六号再度上街 发起第十一轮全国抗争 虽然这次的示威者人数比加少 大约只有五十万人左右 但抗议者的暴力行为越来越升级 示威者不再光光指巢 镇报警察丢纸玻璃品 石头等物品 无尽直接朝警察身上 炸爆炸物和信号弹 抗议民众更是攻占 贝莱德投信位在巴黎的总部 贝莱德管控全球三百兆资产 是现在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现在被占领 当然让投资者非常紧张 如果政府和工会之间再不能达成共事 恐怕预计下周登场的抗议活动 会远变成更暴力的骚动 TPB的新闻众合报道 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 接下来我们要用Googlechance带你来看世界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美国的热搜话题是什么呢 亦欢来帮大家分析 美国热搜关键字是这个Tornado 就是龙卷风 在美国当地时间5号凌晨的时候 在这个密苏里州发生龙卷风的情形 那因为这个龙卷风啊 造成当地不少房子的屋顶被吹翻 甚至还有这个电线被吹断断电的状况 那当地民众他们就有讲说 其实当时候龙卷风来的时候 是有发这个警报的 那他们说他听到警报的时候啊 大家就赶快跑到这个房子的这个地下室去避难 就没有想到一到地下室之后 外面就雷电交加 然后风雨这样子 然后后来因为断电嘛 所以外面就一片漆黑 他们就说觉得太可怕了 会不会很像那种电影那种世界波 对他们就觉得有一种那种感觉这样子 那他们说其实后来再出去了之后 其实有不少这个刚刚讲过房子屋子都毁损嘛 甚至说目前统计下来说 已经至少有五个人死亡 五个人受伤了 但其实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在过去这两周啊 这个龙卷风的状况其实是蛮严重的 尤其是在这个中西部跟这个南部的地区 他说目前统计这两周已经至少63人死亡了 那结果后来媒体又统计数据显示说 在这个今年度的时候 各州通报龙卷风的报告啊 是往年平均值得两倍这么多 就是意思是今年是真的是 龙卷风的盛行的季节的样子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极端气候的关系 有点可能是 对所以美国的房屋要有地下室 对 就这种很容易耗发龙卷风 不然真的是相当威胁 直接被吹走 没错 好我们接着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这个巴塞隆纳 为什么呢 其实在新加坡跟香港 都有 还有美国都在前五名 所以很多人关注这个球赛 好西班牙国王杯的准决赛是皇家马德里 对上了是世仇巴塞隆纳 结果呢这个后来皇家是4比0击败了巴塞隆纳 那以总比数4比1逆转晋级决赛 所以有点像是惊奇秀 所以大家就看得蛮兴奋的 那终结对巴塞隆纳的三连败 那皇马在决赛的时候会对上的是奥萨苏纳 好这也是皇马时隔9年再次踢进国王杯决赛 所以也为之振奋 好不过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热搜话题是巴塞隆纳 那我刚刚一直在讲皇马 原因是因为他先赢了 好那巴塞隆纳会成为热搜关键 也是因为他们输了嘛 所以他的教练也有说 没有好好把握关键时刻 他们觉得比赛前半段其实表现还不错 但是每一个进球都是关键一刻 所以没有把握住 那现在球队就是需要好好休息 然后回归西甲接下来的赛事 然后巴塞隆纳有一个小小的差距 就是进行到10分钟的时候 结果球场大家都一起高喊说 梅西梅西 然后他们就说会刻意选在梅西过往 在巴塞隆纳背号的时间 他们呐喊 这是有故意的哦 不是说只是巧克力在那边乱喊 梅西对 然后被认为说就是在换回 这个梅西回老家啦 那确实哦 因为梅西最近哦 不会续约圣日耳曼 然后除了中东的球队重机邀请他 巴塞隆纳这边也是希望梅西能够回归巴塞隆纳 我个人认为他回归巴塞隆纳的几率比较高 对 因为我觉得他要去中东居家 我觉得他个性感觉不太可怕 感觉他比较顾家啦 对 不是想要跑这么远 对 所以这个热搜也蛮关键的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热搜关键字 同样是跟这一个运动相关的是投球时钟 那投球时钟我们是要先来谈到这个日本的棒球好手大谷翔平了 他其实在这个美国时间5号的时候 因为他在天使队效力嘛 那天使队跟这个水手队进行比赛 那当时候这个大谷翔平他有在先发名单当中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二刀流的球星 所以他有投也有打 那他说他这个投了六局只失一分 然后也贡献一安打一分打点 最后天使队也成功拿下胜利 不过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大家讨论还有这个投球时钟呢 就是因为说其实大联盟他们新赛季啊 最近有一个新的规定 叫做这个超时规则 就是说你投手啊 如果在垒上没有人的时候 你要在15秒内投球 那如果垒上有人的话 则是20秒 如果你违规就会记一颗坏球 那打者的话 他是说必须在8秒内进入打击区 违规也是自动记一颗好球 所以这个新规则在这个今年新赛季开始了之后啊 其实不少球员都是觉得天啊 就是要适应这个新的东西蛮有点困难啦 那大谷强平他当然也是 结果他刚好在这场比赛的时候 他因为这样投打都有违规 所以他就创下了这个大联盟史上第一人的记录 这样子 结果事后外没有报道说啊 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虽然他赢了 但大谷强平他自己有到这个裁判休息室去找裁判 那他不是理论 他只是说我来跟裁判确认一下 这个新的规则的相关规定是怎么样子 结果他事后就说他就跟裁判确认完了之后 他觉得裁判好像也有点灰色地带 我觉得可能有点啦 因为毕竟这个新规则刚上路 大家都不是这么清楚这样子 所以他说详细的一些这种细节 到底是这个秒数要怎么算 到底怎样算是开始进入打击局 是他站上累包开始 还是他一上去就算 还是那个投球的打者上去 因为他如果是投手的话 打者到那个位置就算 很难耶 对他们说其实就相对来讲 比较难判定啦 但是大谷强评一直说他只是去了解 那他说那目前球员也都是只能配合啦 大家都还在适应当中 也因此成为这个热搜的关键字 不过大谷强评真的是蛮厉害喔 所以不管怎么样 有他就一定会有热搜关键字 好我们接着来看是韩国 韩国的热搜话题是进步党喔 因为可能大家对韩国的政党没有很熟悉 那我今天也大概讲解一下喔 那个是因为全罗北道的全州市喔 他们的这个原本的议员有违反选举法而失去了国会议员的资格 所以他们就重新选举在5号的时候进行补选 然后呢这个全州市其实是共同民主党占据的这个优势地位喔 那共同民主党如果讲的代表人物就是南韩前总统文在寅 他就是共同民主党 但他们这一次就没有推举任何的候选人 因为他们之前那个议员就是共同民主党的 那他因为他就是选举违反选举法嘛 那就这次就不推人 然后这次有国民力量党就是尹熙悦的政党 还有进步党跟五党级候选人总共有6人展开竞争 最后进步党的江盛西是39%的得票率进入到国会 那这个也蛮关键喔因为他进入之后 进步党就成为了国会的第五个党派 好那这个进步党过去他叫做统合进步党 但是他有违反过国家安保法罪名起诉 然后这个政党就被解散了 那后来他又以这个民众党的名字在处罚2017年 哇不是柯文哲的民众党 是南韩的民众党 不过后来他们在2020年6月的时候又变成是进步党 不过这现在进步党在去年6月的地方选举也取得了20席的议员席次 蛮多的 所以也算是蛮关键的啦 所以这成为了南韩的热搜话题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香港热搜关键字是何超连 他是谁呢 其实大家应该对他不陌生嘛 就是已故这个澳门赌王何鸿燊的三房千金 那其实大家知道说他就是长得很漂亮 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名媛千金的封号 但他有的一个男朋友其实是这个大陆男星叫做豆潇 两个人在一起蛮久的时间大概四年多 那过去一直传说他们两个什么时候会结婚 大家都很期待嘛 结果没有想到最近就有传出说 欸好像他们两个真的要结婚咯 港媒就有报道说啊 他们好像已经砸下1.9亿的台币要在巴黎岛办世纪婚礼 然后他说他们这个世纪婚礼有可能的日期是在这个月的18号会举办 然后他说何超连也是相当的贴心 他就说大家要从这个香港或者是澳门这边过去巴黎岛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嘛 或者是还要搭飞机什么这些的 他就帮大家准备这种小的旅行团 然后就说让亲友可以一起这个三天 他帮他这个旅行团安排了三天的时间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去玩 然后顺便参加他的婚礼这样子 那另外大家很关注的 还有就是何超连的伴娘团会有谁 因为他其实人员蛮广的 那目前就传出说他的伴娘有歌手邓紫棋 然后还有TWINS跟薛凯琪这些人 其实这些也都是一些大咖的歌后嘛 对所以大家就觉得天啊 真的是世纪婚礼耶 所以大家就蛮期待的这样子 也一直成为热搜 所以有钱人的这个结婚典礼 我们也是很难去思考 还可以有旅行团 还是要多有钱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好香港的热搜话题提供给你 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也真的蛮多人在关注 就是静怡女大生 因为她是20岁的灵性女大生 然后读静怡大学二年级 不过3月9号家人就说 哎 联络不上她 然后就开始请房东太太找嘛 然后后来就报警 那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 结果后来一找之后发现 哎 她已经出境了 那发现她的机票其实是飞往伦敦 但是她并没有去伦敦 她是在中间就下站 在泰国嘛 结果后来发现她其实在泰国又转到了缅甸阳光 然后目前这个护照的入境就是在缅甸阳光 而且没有离境 然后后来大家就发现 其实她前两任男朋友 好像都有诈欺 诈欺对不对 然后也说她好像在 有交到新的男友 是网路上 所以好像这个网路的新男友 就是在缅甸这里 所以这扑朔迷离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去向如何 不过现在确定是在缅甸阳光 那有没有可能是被这个人蛇集团给囚禁 目前还重说分离 因为还在调查当中 因为这件事情必须要可能要靠缅甸那边的人帮忙 然后来抽丝剥茧 那当然有后续的相关情形我们会大家掌握 不过现在台湾还蛮关心这件事 因为也蛮担心她是不是真的被囚禁在那 对 没错 所以扑朔迷离的剧情成为了台湾的热搜话题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是包比里 她谁 她其实是美国这个矽谷的精英 那同时也是这个加密货币新创公司 Mabelcoin的产品长 但是她今年才43岁而有 然后前途也相当看好 没有想到她在美国时间4号凌晨的时候身亡了 而且她还是被人杀害 那她当时候就是倒在这个旧金山市中心的街头 那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她身上身中两刀这样子 但是其实当时候根据外媒报道 旧金山警方当时接到报案到现场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人是包比 是后来包比的父亲还证实说 诶 死者就是我自己的儿子 那她说目前嫌犯都还没有落网 也因此让大家就是觉得太可怕了吧 在旧金山市中心会发生这种凶杀案 甚至就是根本不知道是被谁杀害这样子 但是因为包比刚刚提到说 她其实是在科技界相当有名嘛 所以她这次遇害身亡的时候 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她有特别就是发言 对 她就跟她讲说 旧金山的暴力犯罪非常可怕 那她说即使警方抓到这个袭击者的话 她觉得应该很快就会被释放了 那为什么马斯克会这样讲 主要就是因为说 其实根据这个统计 旧金山他们今年到现在 已经发生12起的凶杀案件了 那她说跟去年同期相比 上升了20%这么多 你可以想像这种凶杀案 要是在台湾的话 你要是你今年才到现在才4月 你就发生了12起凶杀案 真的是大家会觉得有点住不安心这样 会很恐慌啦 也难怪大家会觉得很紧张这样子 对成为新加坡的热搜话题 好我们看完Google Chain之后 我觉得这个话题哦 大家也觉得听得更可怕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乌俄战争已经让蛮多人战死了 而且有些可能还不是公开的资讯 但是为什么普京要发布这个入侵乌克兰 他们说特别军事行动呢 看到我们的标题哦 是写说他为了这个事情准备了将近20年 哇哦20年一个人都可以成年了呢 对他也从年轻的这个领导人变成比较老的领导人 好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到说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这个俄罗斯有征兵在去年9月 那时候不是征召30万 然后所有的男性哦 有些人还就是离境这样 对大逃跑大逃走 然后后来他们就把很多边界给关起来 不准让人家逃 好确实哦现在美国战争研究所说 因为第一次部分动员令哦 在俄罗斯超级不受欢迎的 所以俄国当局现在试图以诱惑的方式 避免宣布第二次 就是鼓励你来啦 你来那当然就没有强制性哦 对 好那有俄国男子就说 其实他也觉得有点担心 因为国家资助机构会把 士林男性雇员的军事登记卡收集起来 就他们就说要争取延缓哦 跟你这样说 但是通常只是一两天的收集 结果现在超过一星期 他说这个眉头一皱觉得不太对劲 一定有鬼 好那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哦 这个佩斯科夫就说 发出召集令要求更新记录 是惯常持续性的做法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当然不相信啊 乌俄战争 说不打 还不是打了 还不打到现在 对嘛 还打到现在 所以谁要相信他的话 俄罗斯的男子们真的要小心哦 有什么其他方法出去吗 好像也没有 好像也没有 只能就是做一代病 好那当然媒体有说 当局其实要地方政府 召集一定的数量哦 那官员也宣布要设一个 要设一个征兵中心 就是动员男性要来签约啦 怎么很像我们之前这个 征兵转募兵的时候 都会有那种台子有没有 然后说可以来啊 我们这个一个月蛮多钱都这样 然后很多台湾的 这个年轻人就说我不想去 一千千五年这样 对啊 他们也当然不想啊 但是他们的这个福利蛮诱人的耶 讲给大家听我们先看到这个 像有现金嘛 然后有福利 然后还会有合作 甚至瓦格纳也有跟监狱来进行招募 但我觉得这都是旧的 我讲一个比较新的哦 他们也说 如果你一次性的入屋奖金 我现在都是以新台币来算哦 他会直接给你11.5万新台币 然后呢 如果你被拍到乌克兰 一个月再给你7.6万 那蛮多的耶 蛮多哦 然后呢 作战奖金也给你一天三千元 哦好多哦 蛮多的 然后如果进攻部队推进一公里 给你奖金2万元 诶这好像真的蛮多的哦 他们很敢给 很敢给 但有人敢拿吗 如果你给了 你一定花不到 因为你暂死的话就不要抖 可能只能就是家里很贫穷的人 可能会想去搏一下 放手一搏 对 就像是这些监狱招募的囚犯啊 他也是有点赌博的心态哦 反正我在监狱里面也是死 那我不就是去暂死 不然我就是战胜了 我就自由之身 对吧 就是这个概念 好那当然我们就讲说 普钦说他已经准备了近20年 实际上这个数字是18年 好2004哦 他们说其实普钦早就有念头 想要这个入侵乌克兰 但是当时不是想用热战 我们来看这个时间轴的2004年 当时他是比较用资讯战的方式 用媒体战来攻乌克兰 然后呢 他在俄国投入的军事费用 远远不如资讯战 好不过这件事情哦 我们先想到说 2004年美国总统是谁 是小布希 对吧 他在年底的时候当选 当成小布希 就是小布希 好但是普钦这时候都没有动作 但在四年后的2008年 他开始入侵乔治亚 结果呢 这个时候其实蛮关键的 因为2008年改成美国总统是欧巴马 那他当时就有派希拉蕊 前往日内瓦跟俄罗斯的外长 就是目前也一样是拉夫罗夫 来重制美俄关系 但对于乔治亚的这个 他都没有讲 两个好像装作没事情 美俄关系好像 就是很OK啊 和和平平的这样 然后就在2012年的时候 欧巴马曾经有访问俄罗斯 就跟普钦心腹的一个私下对话曝光 我觉得蛮扯的 大家看是这里哦 他说是欧巴马跟心腹讲的 他说你就是梅德维杰夫哦 他叫他传话给普钦说 我这一年说他会很严厉 我们的计划要再往后延 因为他还要再选 所以之后计划再进行 因为2008 2012的时候欧巴马还要再选一任嘛 对 所以欧巴马这个说法 感觉好像跟俄罗斯之间有什么密谋 对啊 那2014年俄罗斯就病吞了克里米亚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其实是美国助长了俄罗斯 有一点这个感觉 对因为他前面完全都没有在做什么反击啊 他前面有点就是明明就知道了 但是却没有动手 这叫做只有四个字称语形容 叫姑息养奸 所以现在就是俄罗斯变成奸了 然后美国就是姑息他 好但是有人就说 其实拜登跟俄罗斯关系也很好 我们再倒回在1991年 这时候拜登是美国议员的时候 他跟这个苏联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 好大家有发现吗 大多欧巴马 然后希拉蕊 拜登 他们都是民主党的 对或许啦 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氛围说 好像民主党跟苏联的关系比较好 好所以其实普琴已经想很久了 这个是可以跟大家讲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小内幕 好我们最后还要再讲说 其实俄罗斯最近我觉得他在进攻上面真的是蛮不利 尤其之前不是会用无人机然后炸毁很多的这个乌克兰的一些村庄 或者是一些能源基础设施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有被拦截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进攻 那甚至在3月的时候他们还有发射过81枚飞弹 哇飞弹超多的我就不细讲了 但是其中这个匕首的弹道飞弹6枚 乌克兰很坦言的讲说 其实目前他们没办法把俄罗斯的匕首击落 好我们再看到右半边的这个图 他说能把这个俄罗斯匕首击落的只有美国的爱国者飞弹 好有在关心乌尔战争之道 去年12月时候泽伦斯基就到了美国嘛 出访那时候他就要爱国者飞弹 确实也已经有承诺他要给了 但我看了一些资料 其实目前爱国者飞弹应该是还没有送到乌克兰 因为最新的资料是1月的时候 有大概100名的乌克兰这个阿兵哥到美国来受训 然后呢他们把两年的课程压缩成三个月要受训完成 然后他们预计是4月10号来结训 所以一旦乌克兰的这个兵还没有回去 我想爱国者飞弹应该也不会提前到 所以目前应该是乌克兰非常希望爱国者赶快来 那当然俄罗斯这边有说 你们爱国者就是一个相当老旧的系统 但是美国陆军退役将领 这个赫特林也说确实爱国者有些限制 他只能放在某处保护重要的目标 就像是放在基辅 就是维持基辅的安全这样 好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教授就说 其实美国爱国者不是人人都卖 所以送给乌克兰当然是象征 这个对于基辅的长期政治支持 好相关的资讯我们还要持续问到的是 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研究所的教授 郭育仁教授来帮我们做更深的分析 第一个我们要讲是说这个不能简单的把责任推给美国 而是苏联在91年解体之后 其实克里米亚的问题一直相当复杂 然后甚至于这个乌克兰跟克里米亚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复杂 然后第二个其实认真讲 你要说美国在2014年3月克里米亚危机 没有反应的非常积极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临近的国家 临近的国家包含这个西欧各国 包含比较强大的国家 包含法国跟德国当时的反应都没有太大 对 所以不能过度简化的把责任推给美国 然后第三点是 其实梅克尔德国总理梅克尔他在2005年上台 他的总理任期长达16年到2021年才下台 那这个梅克尔他这内有两项 他下台之前非常自傲的政绩 那当然就是北溪1号跟北溪2号 那北溪1号是在2011年通气的完工通气 那其实当时就有非常多的学者专家提出检告了 因为原来俄罗斯的天然气是经过陆路到达西欧 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对于能源需求比较高 对 可是这个北溪1号 他基本上是直接走波地海 海底 俄罗斯的天然气直接输送到德国 那换句话说 北溪1号的通气已经很大部分的取代掉乌克兰 因为这个陆路天然气管一定会经过乌克兰 已经很大程度已经取代掉乌克兰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 所以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北溪2号当时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美国驻德国大使Graniel 就是已经有警告梅克 他在2019年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北溪2号完工通气的时候 大概就是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对 那果然就一语成诚 第四个原因就在于说 其实长期以来 美国在北约的角色跟地位 其实基本上 虽然说北约一直有在往东扩 可是当时并没有把乌克兰纳进考虑里面 那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在东欧的这些部分 已经逐渐北约的势力一直往东扩 可是美国跟北约的主要核心国 包含法国 包含德国 包含英国 并没有把太多的重心放在乌克兰 就是意思就是说 在他们更深蒂固的战略概念里面 并没有把这个乌克兰的地缘战略重要性 考虑到整个北约 作为一个集体安全机制 它的核心的防卫范围里面 对 所以比较食品的来讲 就是美国在欧陆的安全角色跟责任 比较多都是跟北约的成员国 还有北约的核心国的共识的结果 对 所以是真的不能单纯把责任 就这么简单的推给美国 好 看到比较严肃的这个乌俄战争相关的议题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比较轻松一点的 跟旅游相关的话题了 其实很多人喜欢去泰国玩 对 一伦你喜欢去泰国玩 非常喜欢 但是我喜欢清迈胜过曼谷 但是都算是泰国玩 对对对对 其实大家知道说就是现在蛮多人喜欢去泰国玩的 但是泰国从今年6月开始要加收这个旅游费了 就是你入境的话就是要收这个旅游费 哇要加多少呢 这个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 对这个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 但是我们先来谈到的是 泰国其实从疫情后期 就是大家边境比较开放了之后 就开始陆续有蛮多人去的嘛 但是啊就是大家去那边玩 可能会想要体验一些当地的这种风俗民情 像是你去日本会想穿和服对 那去泰国最近流行穿什么你知道吗 穿校服 校服 对就那种学生的制服 是因为电影的关系吗 对就是因为当时候泰国一出很红的电影叫做那个初恋那件小事 然后因为这个电影然后所以很多人开始到泰国去就觉得说 诶那我也要穿跟女生 诶那这样好像有 因为你看刚才你一讲我就是说是因为电影嘛 对对有印象 就有就会觉得说诶想要有那种感觉 所以就想说去泰国那边穿校服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女生 她其实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女星 她叫菊靖一 她之前啊被外界封为说她是这个四千年一遇的美女哦 那她之前到这个泰国玩的时候 她就是穿了这个泰国的校服 然后就把这个排险漂亮的照片 然后传到自己的社群网路上这样子 然后之后呢照片曝光 没有想到竟然引起这个泰国的律师关注 因为泰国律师他就讲到了 他说其实啊根据这个泰国当地的这个学生制服法话 你不是学生但是你穿有印这个校名首个字母的制服 可能会被视为说你是假冒学生的身份 那最高的话依照泰国那边的法律可以处这个罚还泰铢一千元 大概是台币大概八百八十五元左右 所以他就说诶这个女生她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不太好 我就开始有点少争议这样子 不过他也有人说其实你这个制服上的名字没有应征的校名 可能就不会犯法了 那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就是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嘛 不过呢泰国的这个教育部次长他就说了 他说游客穿校服拍照只是娱乐 他认为没有那种不尊重或者是对这个教育机构造成损害的意思 他认为反而你这样子可以促进泰国当地的观光 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像那个律师说的有一点矫枉过真了 因为其实大家要是有在关注的话 最近蛮多人去韩国也会喜欢穿那个校服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只是单纯想要体验一下当地 因为每个地方的那种学生制服到底不太一样嘛 就像是如果去泰国穿小绿绿那这样要被罚吗 对你可以提出这个质疑也是蛮有趣大家可以讨论 但其实目前就这个泰国他们这边的官员认为是说是不会啦 就是反而可以促进观光大家可以多来玩这样子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说就是泰国的观光客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嘛 那很大一部分最近都是俄罗斯人你有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他人不让俄罗斯去他国家 这个有一点有一点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主要最部分大的原因是因为说这个乌俄战争的关系 那乌俄战争刚刚我们前面有谈到 其实当时候普京有征兵嘛 对所以就很多人就是不想要被征兵 或是他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俄罗斯当地 会认为说因为战争可能会波及家人 或者是波及自己的生命危险这样子 可以很多人就开始往外跑 所以其实很多俄罗斯人啊 像是他们要是入境欧美一些国家的话 这个限制比较严格一点 但是泰国的限制就比较没有这么严格了 根据统计呢 其实在这个去年10到12月的时候 俄罗斯人抵达泰国人数已经达到33.1万人这么多了 那当然俄罗斯人入境了之后他们会想要 因为他们当然不会想要长期定居啦 但是也是需要一个住的地方嘛 甚至他们可能会常住 因为目前不知道乌俄战争多久会结束 那开始他们就是要开始租一些公寓啊 或是房子 甚至他们会把他们这个资产从俄罗斯移出来 就开始购买房地产 所以开始一些俄罗斯人在这个泰国当地购买房地产 他们不是选在这个泰国市中心 他们选的地方是普吉岛 他们很喜欢去普吉岛 那普吉岛当地的房仲就有提到了 他说目前普吉岛这边的房屋物件啊 大概有九成以上的客户都是俄罗斯人 那他说这边原本租金大概是9000美元 现在已经要到2.8万美元了 等于是有点被炒起来了 就像是竹科进到新竹之后房价就被炒高了 对所以当地人当地的房仲 当然也是觉得你一表这种状况你能怎么办 但是就真的人一直来那房子 就是一直这样子租给他们或是卖给他们嘛 所以这个金额就越来越高 那他说过去这个去年短短三个月的这个物件销售数量 已经超过过去10年的价的这个数量这么多了 那他说价格也推升大概15%到20这么多 所以可以看到说因为俄罗斯人开始到这个泰国普吉岛这边来 但带动了这个当地的房价啦 所以一些泰国普吉岛这边当地人 他们可能自己要去买房就比较没有这么方便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引起了一些问题 像是这个仲介费开始提高了 另外一部分为什么他会写到说观光客非法打工 这些观光客是谁这些观光客其实也是俄罗斯人 因为你可以买房当然你是要有一定的资产嘛 不是所有俄罗斯人来到泰国这边都是有这个财力可以去买房的 但是有一些比较没有这么多财力的俄罗斯人来到普吉岛之后 他就开始有点是在俄罗斯在这个普吉岛当地 说我可以当你们其他俄罗斯人的司机 或是我当你们的翻译他可能会一点泰文 说我当你们翻译这样子 所以就有这种非法打工的情况 所以对泰国当局来说这也是一个他们目前要面对的问题 但我们大家好奇的是到底他们旅游费要收多少呢 对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他们旅游费到底要收多少钱 就是从今年6月1号开始他们公布说 如果你是拉飞机入境的话 大概是一个人收300块泰铢 那300块泰铢大概是台币290多块钱左右 那如果你是走陆路或是海陆的话 是收一半的价格大概150元的泰铢 那有些人是可以不用缴的哦像是你是单日旅游 就你一日去回这种这种就不用缴 或者是你有持这个外交护照啊或是边境通行证 特定的工作行业或是两岁以下的小孩 这些都是不用缴的 所以台湾人需要缴 要要要 那一次就缴就是300 不用做一天一次这样 不用不用就是单趟去然后就是缴 但是你要是下一次再去 你要再缴一次哦 因为你这已经是两次的概念了 对对有点像这样 就是你去付了这个他这个旅游通行费这样子 那泰国政府他们就预估说因为这个旅游费的话 他们预计今年2023年的收入可以增加大概39亿的泰铢 其实蛮多的这个观光收入 但是他们的这个旅游跟体育部长琵琶他提到说 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跟你们观光客收接钱 是要用来做我们自己泰国内部使用 不是哦 他说因为先前有一些外国旅客 在泰国当地有一些医疗行为的时候 导致说这个公家医院的服务 他们支出了300到400亿的泰铢 所以他说未来收接旅游费 是希望可以帮这些旅客增加一些健康跟意外险 所以大家就是来玩的时候也可以比较不用这么担心 他是这样子讲没有错 那在台湾不是也要收 那各个国家都要收 各个国家可能都是要收 依照他们这样的讲法 对而且你看2023是收39亿泰铢 他说支出了300到400 所以要收10年才回本 没有错他这样讲法应该是这样子 好啦没关系啦他要收就收吧 我们还是要去 因为你要去的人你还是得付钱 你要去的人你当然是不是愿意花这个钱啦 不过其实先前有很多人就是 就很多人发现说啊 去泰国玩的人有很大一部分的人都是中国大陆人 他们为什么喜欢去泰国玩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说就是他们先前有开放 这个第一批出境游 他们是20个试点国家之一就是泰国 所以其实泰国是不少中国大陆人 他们在疫情前跟疫情后都喜欢去的地方 他们最近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啊 他们也觉得是不是来泰国玩 现在的费用开始越来越高了除了收这个旅游费之外 还有一些钱也很高 那对此他们这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 副教授他就有提到 他说一部分原因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吗 他说因为航班供给不足加上这个团餐供应店的减少 还有旅游业缺工 所以你去玩当然 这些费用都有增加 我觉得不止泰国啦 其实你现在去不少国家 也是会感受到 所以这些都会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要出去玩 你愿意去玩 你这些钱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愿意接受跟承担 毕竟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就出去玩了 钱就花下去吧 也不要去在意这么多 说花大钱还花小钱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是自己评估一下自己 可以花多少钱去哪里玩 好观众朋友300块泰铢你能负担吗 还是你就不去泰国呢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